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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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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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用一些职业要求去搭配自己想要选择的服装服饰搭配 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选择小西装搭配连衣裙 或者搭配半裙或者是长裤的这样子的传统搭配 这个怎么样 我去万达影成口号很好 这还真行 你这个是晚上打算去上班吗 不错 不过我觉得这衣服更适合你 你穿上粗粗粗粗粗不换 我跟你们说 你是不是去上班 你们还别看 我跟你们只差一个身体懂吗 这差的是内在好吗 在连衣裙的选择款式上来讲呢 我们通常会避免一些非常艳丽的颜色 比如说橘色或者大红色这样的色调 在长度上呢 我们通常会选择在膝盖上下3到5公分的这样的长度 是最为合适的 连衣裙选择过于长的情况下呢 会给人一种非常不利落 或者有点拖泥带水的感觉 喜欢吃肘子吗 谁说啊 一年365天天天让你吃 顿顿也让你吃 饿不饿 是不是想偶尔吃点拍黄瓜呀 小菜啊 我看一下画过来 噔噔噔噔噔噔 这行吧 这是老黄瓜吧 咱们吃点鲜嫩的黄瓜吧 鲜嫩的吗 一般情况下呢 我首先会推荐给大家衬衫和裤装的这种搭配方法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在选择衬衫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过于花跳 或者是过于轻薄贴身的一些材质的一些面料 这样呢 会给人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干净合体 而且一定要大方 这种就很好 这不是大方 这个大脸啊 很干净 这个怎么样 花边的白衬衫不适合美式的 你不感觉很不舒服吗 给人看 衬衫在选择款式的情况下呢 我们尽量避免一些在领口啊 袖口啊 这些地方 设计过于繁琐的一些款式 比如或者是像一些花边啊 或者是手袖上 过多的会加一些蕾丝啊 这样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元素 尽量呢 在职场上我们是要避免的 你们刚刚选的衣服呢 只适合重新一样化 也行 也行 这形容你穿上之后 还能把腿露出来 你再把超级玛丽的衣服一脱 这就得单穿 你知道吗 现在网上可流行的衣服了 那我下门不穿了 不穿呀 穿个打底裤嘛 这样你知道吗 个子小的人 我今天没戴嗓子 你说话注意点 这样的款式呢 会给我们未来的大boss 或者是我们的上司 一种懒散的感觉 在选择裤装的时候呢 我推荐一般会选择直筒裤 阔腿裤 甚至是铅笔裤 都是非常不色的选择 你面试的什么指挥啊 面试的纹蜜 你要面试前的还挺好 天天穿这个裸件装 你看看 哇哦 哇哦哦 你也觉得好漂亮 你小纹蜜 你要是每天穿这个 反正要是我是老板娘的 一定老板不懂 对 小西装可以了 太花了 太花了 最后呢 我给这位朋友推荐的是一款 简洁的小黑裙 因为黑色呢 给人的感觉是内脸的 同时呢 黑色呢 在职业方面 也会给人一种 比较资深的感觉 这种都是盖中的水 穿这个面试可以成功吗 增加了一点的电脑气 面试怎么穿 这套小黑裙 稳重概念 对于探足职场的新人 再适合不过了 接下来就让子映哥哥 告诉我们该 如何化个面试装吧 出门前必看的 例行一场美丽吧 都说三小女人 这一生才能有最好运气 美丽自信的你 说话才会有人去提 别再犹犹豫豫 还相信那些过期的道理 赶快打开箱镜 抓捞此刻最美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